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半个世纪了 就把原居民避开了 把我们的非原居民 就画了一个圈子 就是这个发展的区域 但为什么香港政府 要通知原居民 为什么不通知被规划里面的居民 不只是坐办公室 你应该体察民情 我连家都保不住 我怎样保护 大家看了规划图之后 哇 这儿不是为我们香港人做的 你根本上在骗香港人 你硬硬强奸我们 要解决20万人的住屋问题 一国歌以呼求状 要去解决大部分用 为什么香港政府到现在 还在蒙骗这么多香港市民 去把我们分化出去呢 梁振英自己都说过 一签多行 这些人如果一签多行李 他将来日可以变成香港人的王 拿个毒药包着糖衣 你要香港人去吃 你说这个政府是不是为香港人 是不是为我们的父母官 大家行人行 我们一月一日站出来 叫这个大话精 梁振英和这个劏房国 立刻下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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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